不能够忽略郭台铭在辅选过程当中 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他是副手或者是不选 他这个角色一定存在 这是国民党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处的出场人张有话 侯友宜的起手是不错 但是侯友宜有没有胜选的希望 绿营最近做了一份民调 这份民调做的让大家大吃一惊 就是绿营他做的民调认为是 如果侯友宜家郭台铭的民调 他们两个能够搭配 是38.5胜过了赖清德的29.8 也胜过了柯文哲的20多 那从这一份民调上面看来 如果侯友宜家郭台铭的话 38.5刚刚好 刚刚好就是所谓国民党的警戒线 就是说他能够超过他的警戒线 那赖清德因为他副手人选未定 所以他们只单独针对赖清德 是29.6 29.6是第一局民进党的地板线 这个对赖清德显然不利 那至于民众党是20.6 民众党对民众党是20.6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侯友宜家郭台铭的话 可以强压赖清德 也强压柯文哲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38.5的意义那是什么 各位去看看 各位可以去看看 朱立伦316万的选票 跟所谓韩国瑜的565万的选票 好560多万的选票 各位去稍微做一个比较一下 至少他维持了韩国瑜的水平 只要他能够向上冲 而不向下钓的话 他的确是有胜选的可能 但是这个胜选的可能 因为时效尚短 就是说绿营认为 绿营认为 这个是庆祝行情 选举行情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至少侯友宜的民调 可以从百分之三十几 跳到百分之三十八 这个里面是有郭台铭的加成效应 那这份民调 他所显示的意义 大概是三个 就是说至少 国民党 已经固守到了他的基本盘 如果这两个能够搭配 固守到了他的基本盘 那固守到基本盘的话 基本盘不流失的话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的选票 就不会侵蚀 国民党基本盘的基础 这个是一个 有隔绝的作用 那第二个 就是说至少 侯友宜跟郭台铭加了起来 两个是有互补的效应 那当然 还可能是侯友宜配管中民 侯友宜配卢秀燕 等这一些的组合出来 但是从各项组合里面 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说 能够补到侯友宜短板的 可能就是郭台铭 可能就是郭台铭 他可以把它短板 把它补了起来 好 那这是第二个 就是证明了 郭台铭跟侯友宜之间 只有加成效应 第三个就选票趋势 你来看的话 他们两个人 可以在中南部 得到一定选民的支持 就是说他们的票源 其实北部是侯友宜比较强 那在中南部 他还输给了赖清德 如果他跟郭台铭的配合 至少南部输的不会太多 输到2%到3% 那北部可以赢5%6% 那偏偏台湾是北部人口多 南部人口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份尤闭云自己做的民调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侯友宜加 郭台铭要怎么配 他们两个的选票 虽然是有重叠 但是各自都有 他开发的领域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必然会形成一个难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 侯友宜加郭台铭 如果是说赖清德加小美琴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郭台铭这个组合 绝对强过小美琴的组合 他们认为赖清德 要有国际观 那找一个小美琴 由蔡英文指定的小美琴 好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那讲到国际观 讲到参与国际性重要的议题 你郭台铭绝对超过 小美琴 对不对 那再加上柯文哲加黄珊珊 那郭台铭的气势 一定胜过这两个负责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当然这个民调 里面还有很多的变数 但是至少他告诉了 国民党一条路 侯郭佩 是你国民党要走的路 所以虽然你耍了国民党 耍了郭台铭 国民党耍了郭台铭 但是这个心结一定要化解 如果郭台铭不选 或者是郭台铭琵琶别报 受到重创的是国民党加郭台铭 就是说只要郭台铭琶琶别报的话 他所开拓的票源 完完全全就会反割一几 这个是国民党必须要注意 郭台铭的动向 那最重要的 那当然说这份民调 可以证明侯郭佩是个强霸 但是还要看郭台铭的意愿 就我所知郭台铭是不想担任副手 如果他要担任副手的话 他也不必搞征兆啊 搞那个初选这一套了 干脆由侯友宜直接提名 况且他跟侯友宜已经见过面 就是侯选他不选 他选侯不选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郭台铭不接侯友宜的副手的话 他的民调会不会超过38.5 我是打一个问号 就是换句话说 郭台铭他本身 他有一定基础的票源 那这个票源 非郭不投也好 非韩不投也好 非科不投也好 不管怎么样 至少稳稳的掌握在谁的手上 郭台铭的手上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长远的 在复选过程当中 可以扮演这种角色的 国民党内大概只有两个人 我们不能讲国民党 我们讲南宁 南宁大概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韩国瑜 一个就是郭台铭 如果他们老古兵团加韩流 就是韩流加郭锋的话 云从龙 风从虎 就是说可以让这次的选举 风云辨识 所以搭配人选固然重要 你辅选人选也非常重要 这也就是我一再说的 不能够忽略郭台铭 在辅选过程当中 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他是副手或者是不选 他这个角色一定存在 这是国民党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如果处理郭台铭问题的不盛 或者你用冷处理的方式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必然是一个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